想象一下如果疫情再延期个五年 疫情再延期个十年 假设意味着西方躺平政策下的 西方世界的劳动力就会啥 就会荡然无存 听懂了吗各位 没有人了 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什么 动态清零 我只能说足够愚昧才会躺平 现在我们一定不能躺平 我们一定要坚持什么 动态清零 听懂了我的话吗 要让西方去躺平 因为疫情有严重的后遗症 各位所以我们是一定不能够躺平的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作为一个普通的国民 我们不要妄议国政 体制内的人比我们聪明的多 比我们高级的多 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画面 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胸怀 你也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格局 你看不到那么多的 山山水水 所以不要妄议国政 听话照做就好了 我们就赢了 如果疫情再过十年 都不用我们打 始终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不犹豫 不动摇